3班跑1-650米的赛事 上星期正正是第三场跑3班1里 跑得不清不楚 小米洲就爆烂赢马 看看这场赛事会不会有爆烂的格局 而首转方面我喜欢6号码的剑追风 先说这场赛事形势 我估计会有前战马 大王当头最近来谷草试货集跟前 轻易 现在找到跑法都是跟前些大拾一档 雷神可能尽量在组段里面会不会划算 另外胜大光辉 这一只就难猜些 最近时快时云 而六号码剑追风 他都可以有两种跑法 试过放头差点赢马 亦都试过可以跟手前战马后面的滴华 去入位 而看回最近 劍追风在赛事上面 他都是报跑比较短的路程 甚至是泥地赛事 我觉得我觉得不太适合 这只军速马跑短途 甚至泥地的性能 他未必是胜任的 但是正正在这几场里面 跑谷草短途 泥地 他的体力上 会相对有一个优势 你看回他在贵内 328总场次 253 甚至乎在197里面 快步速 和绿色有运 合格威龙 慢步速 不够羽龙共舞 但是328那场 立刻和大家看看影片 看得较久一点 最少1月9日这场328次 加上劍追风 对上一场 跑谷草一利就是这一场 组段是相对较慢的 转弯逐渐加快 但是整体上 这一组马 后上马是较好一点的 内栏的复威性 放得很漂亮 外面管理心转弯 用力 而这只劍追风 整体上属于这一组前置马 里面还能顶到位置 以旁边的复威性 欢喜心 大运才 有避而来 在之后 在三班里的谷草一利 这个表现来计 这一只劍追风 和这一堆马 跑近 我觉得 绝对够用于这一组 佳因 这一组主要的对手 复威性 就是轻耳 龙船 这些最近 是有博过的 刚才说过劍追风 在体力上 会有优势 甚至乎 过来 谷草路跑的 长长任何香音 是不是真的可以 完全适应呢 都要估计 所以这个劍追风 今次有些 以日代劳之利 和路程根据 我觉得 是可以先去兼顾它 再加上 今次高八三马房 那手马都挺凶 而且高扣都近今季 都挺喜欢在谷草里面 博杀 例如 新伟龙 上次是否强草头马 另外是连连旺 今次找到 潘斗压阵 都是放了一些 马来配合 甚至是 靓童王 都有一个 诺斑的变数 当然 靓童王那一组 未必会选得到 但我觉得 今次高八新的手马 都不能忽视 而这只劍追风 都未交代 葛兰 也有 旗链组合是有的 所以 即是有交修 所以我先选了它 而此村 兽马 长长有 看回他的血统 这只 赌场王子的儿子 其实在香港里面 都跑了中距离 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甚至乎 即是同库马 那只叫做 肥仔维维 之前说他 跑一里 初跑一里 都应该合适 加上长长有 甚至辣得狠 他们 都是向了中距离 而 刚才数了两只肥仔维维 辣得狠 这些 都是有一些 谷草的 可以应付的根据 甚至是 征壮神进 喜悦名区 这些 都是跑中距离 甚至谷草 都曾经有个表现 而这只长长有 前一场 在盘顿跨下 就赢得很轻松 提亚敗将的 天意不记的风 再出 都已经得到 一个win 一个第二 而这只 长长有上一次 上来三班 遇到一个比较慢的 暴触 七档跟着 味道 当他回一回气 今次 过来谷草 揹回 继续揹 有个内档优势 可能 以田草 吸数来计 可以够用的 所以 虽然过来 用潘顿 会变少了 但我觉得 绝对 是可以给他 冲景 而第三 四号码 香阴 最近 上田草 1600 虽然跑过第六 但我觉得 一点都不差 加上 这场的步速 相对较快 全面重草之声 当然厉害 另外 在里面 一些灰马 起街龙 跟着步速很急 甚至 线路勇区 都可以提升名次 在三叠转弯 香阴 比较少 反之 组段 省得比较多的 红利舍 甚至 这一只 在外档 还有天外天 他们相对 是比较 组段 省了位 而直路 慢慢才会再冲 不在弯位 发力 所以 这一只香阴 在上一场 搓滑千路 算是不错 外地 都有一些 牢力的根据 转回谷草 对手 没有天外天 蟲草之声 那么强 可能又会赚到 些少的级数 而且 复威胜 龙船 轻耳 这些 已经是见证的菊草 可能给生物杀的 就是 常常有香阴 这些田草 对手 再搏内第四 选 我再挑选 一些 就是优马 的大运当头 他出脚 比较高 比较乱 比较乱 看回他 在去年 8.2千坚里 那场 苏美龙跑他 沿途 都是跟在三四位 但是 大运当头 都真的很好 沿途 可以看回片段 找回大运当头 苏美龙 都留得 比较 辛苦 最近这一匹马 过来斯谷集 就放在前面走 正因为 刚才我说 上周小米粥 就放在前面走 我觉得他有点迟 他有日出的比较高 看看这次 会不会放在前面 顺走 纜下纜下 这些步子 好过他跟马林 所以 刚才说 盛大光发 现在可能 不是很快 轻耳 会不会抢上来 但是 可能 会确认到 这一只大运当头 这次会转用前置炮法 有个变数之下 就放在第四转 在第三场的时间里 选择了6号码 劍追风 10个场场有 4号码香音 和1号码大运当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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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